所以我们让它特色化 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形成生态保护聚落 有五六个 对跟生态保育有关的 包含它是在做所谓的生态旅游的 也包含它在做标本的 包含做所谓的生态池的 都在这里 当然也包含 我们形成一个食农教育聚落 独裁原料的聚落 茶香红化的聚落 青子共学的聚落 也包含了青状保典聚落 也就是我们小镇文创这个地方 那各位可以发觉 这一个部分看起来好像 彼此之间好像是独立的 其实不然它是一个生态系 它是一个生态系 各位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有外地人 或者说当地人在形成 自我的资源在做成长的时候 他要的是这种共生关系 所以这样的生态系 让我们很容易的 今年累月的去协助 甚至操作 让大家形成一体 这个团体战就不一样 所以我也蛮希望 大汉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把我们花莲这边的地方 的这些相关的体系 即使它是个别的单位 我们都不能放弃它们 我们反而邀请它们 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聚落 不管什么样的体质 或者说什么样的需求进场之后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 让大家认识这样的环境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也因为这个概念就会形成 大汉如同是云科大一样 它就是一个HUB 在其他的地方的点 包含那个聚落 它就是NOT 有HUB的支持 当然NOT它的成长 跟国化的机会增大 所以我们反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做 而是一个团体 大家来集出广义的 产生自己的特色 把DNA做一个大整理之后 有这样的不同的结构出来 所以HUB的NOT会是大学的支持 体系很重要的责任 我们很希望做的是 NOT形成一个HUB 也就是说NOT的N次方的效应 它是可以被扩大 虽然我们做了四年 可是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这个如同在支持 地方支持十年的概念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也需要一些 所谓的大学的人才 培育的教育体质 这个是大学本身的本质吧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南谷里面 我们规划了有教育的体系 在这个结构里面 培养的不会只有大学里面的人才 地方的人才是跟着一起培养的 所以它的课程结构是很特别 课程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在旁听的 或者说我们的学生 事实上是在场域里面上课 所以把它分成两个结构 在场域里面 像培育那边有一个预程阶段 0到1的这样的结构 可是0到1不可能在场域里面 有多方的资源可以培养到1到100 因为它必须要大学的体制才有办法把这个资源放进去 尤其是一家预程中心这样的 创投等等这些多事 那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个大学来支撑一个叫后预程机制 也是说0到1它可能到地方去设定设定工作室 我们给予养分给予陪伴 可是到最后它会遇到这样的结构方案 中度的问题 行销的问题 整个经济管理面的问题 它比较到大学的结构里面来 所以这个就是预程跟后预程 也就是所谓的在乡镇里面有一个地方创生引擎 在大学里面也有一个大学的创生引擎的概念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蓝图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计划而做计划 而是希望这个蓝图即使是有计划 也因为是蓝图里面的对应 刚好是一个计划可以对到我们蓝图 所以这个是刚好是反向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提出 对于花莲本体的这样的蓝图 那这个蓝图如同各位看到的 我们在图上这一边的蓝图 是一个十年的蓝图的结构 就是在提供的资料里面 给各位分享 时间的关系也是 我们也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只是可能我会快速的带过去 我们要的是模式的移转 不是复制 所以模式的移转 就是这些模式就必须要能够浅显易懂 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一个复杂的模式视觉化 所以这里各位可以看得到的 在这里也是培军之前操作的 十数学文的一个模式 那也可以把我们的创生型的这个 结构和布局地方的连结 我们把它给视觉化 那这个是很容易做操作的 那我们也把所谓的 人口为了工作稳定跟城销活化 形成一种循环 可是从团队申选 依照评估的考核等等 这些我们是有对应关系的 那也包含刚刚提到的 地方操生自理引擎 跟大学战略实现引擎 课程对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些东西都是 那这样的概念 我们还是在谈核心价值 也就是说这些核心价值来自于 我不是为了只是 要让地方破例而已 而是共同的形成地方的美好 生活价值这件事情 那当然也提到的是农创六例 包含社气力 为什么特别谈社气力 就是它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概念 也包含教育力 是生态教育等等 所以花林有机会 或者说我们大汉有机会 形成一种所谓的地方创生的 学习型的体系在这个地方 来这边不是只是在 对应到观光旅行这件事情 而是来这边做体验学习 来做模式的移转 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最大的核心价值 那另外当然在这些商业模式转化 反而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做不同的植物的时候 在实践的同时 在学校这边绝对会有一个对应的伤魔 的体系会突然 它即使非常简单 它还是要伤魔 可是这个部分就不会 不是我们市区学院有办法 每位老师做得到 它开始跨越 跨到所谓的管理学院 这个的对应是反而大家都会在这个场域里面 共相胜举 共建他的专业在这里 包含这些东西都是 也包含了像这样的 共办的概念等等 那最后 我没有谈到的 麻烦各位直接在我分享之列看得到 我想要用最后的一张头影片来做收尾 这张头影片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大汉以大学角度来支持地方的转型 包含放生的模式的话 那或许它会有一个园区出现 这个呼应到刚刚的陈校长的对应的逻辑 也就是说是一个原民文化观光产业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园区里面 基本上以大学角度还是要做的人产培育 当然它会对应到 它有研究发展单位 也会有商业的获展单位 也会有人产培育的单位 它可能不是大汉能够一所大学可以共将胜举 一所大学可以去处理的 所以有可能也要麻烦东华大学 麻烦其他的周边的地方的大学一起来做的 因为彼此有彼此的不同的价值跟不同的专业 所以例如说研究发展单位 应该会有一些 例如在地跟经济的生态系统研究中心 它有可能是跟 有可能是东华大学的管理学院里面 有可能它会有一些体验建权产业发展中心 可能会破散大汗等等黑市的概念 所以为了地方好并不代表说大学要各自的去操作 并不是这个概念 反而是大家相互之间把最好的那一个东西对应进来 可是有一个大蓝图 也包含什么 我在操作地方知识产权的加值研究中心 就是做IP 类似这个概念 我们有很多IP我在大汉里面看得到 包含YUMIN的舞蹈 类似这个都是很多安心在这里面 当然商业的破产单位也会有 例如网红主播名人粉丝会 或者说地方庆典家庭话等等 它是很直接对应到它的加值的效果 最后当然还包含人产培育 包含乡村CEO的青年理秀培育营 它未必是在正常的体制里面 它可能它是一种国际化的结构等等 因为时间也到了 我是利用这一张去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未必完整 只是我个人认为在这几年里面 我们长出了一些可以去做参考的经验的模式 可是这些模式基本上还是有一点 就是这种所谓的实践的破例 也就是实践力还是最后的 最后那一程度 必须要回到个人本身 大学本身如何去做一个宣誓的同时 让它倡议理论包含方法 一直到最后落地 这个我想不会说今天一个论坛 就可以开始了 不是这样 这个论坛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洗手式 这个洗手式的对应是 大家是一种宣告作用 而且这个宣告是大汉带着我们要开支票了 所以这一张支票也要大家共同来兑现的 所以不会是大汉的事情而已 是我们花言相亲的共同事情 谢谢各位今天分享到各地 接下来是基邦创新商业模式 由光明里创育之户犯败人 洪盛的董事长为我们做主讲 接下来轮到小弟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昨天我那个时候就跟几位老师 然后还有校长讲说 我今天来我讲的打击面比较小 因为大家今天都已经听到很精彩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去讲很大的东西 这样大家可能都听力了 所以我今天来讲一个很小很好的事情 那不仿大家来当作听了一堂课 那这个课其实我把它做到心灵重的地方 创成商业模式的启示跟建议 那简单说它预设的提案应该是 你在在地你在做创生的相关的业者 应该是这样想的 那为什么会有想要谈这个主题 因为那个文明老师找我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跟我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谈谈 那个创生的商业模式的启示 但其实我想一想去我都觉得蛮有趣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从早上 或者是到未来民主频道 包括像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跟创生相关的单位的表现 你会发现好像大家的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的科技感 没有那么的fashion 除了那个培定兄 他弄到最后还有一个区块链 数据这些东西之外 大部分你会发现只要谈到创生 好像跟科技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特别是一般的零售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今天可能卖的是地方的丰谱 对不对 可能我卖的是柴鱼片 或者是说我可能卖麻吉 我们好像很难跟他 跟新的科技应用连在一起 可是我们来反思一件事 科技应用是什么重要 太重要了 目前你整个中国或是美国 他们在新的零售 或是在电商的那个思维上面 比我们先进太多 像我昨天都跟下长举个影头 在中国有一个APP 他们叫做芝麻信用 他可以把你什么 把你在网路上所有的消费记录 还有你可能相关的一些 浏览等等这样综合起来之后 给你一个综合评分 然后这个综合评分 可以做什么呢 他就可以比如说好 假设你去借脚踏车 人家押金 你可以不用押金 为什么 因为你的信用分数率很高 他们是可以把一个人的 那些表现全部囊括 成一种数据化的东西再衡量 那这些事情 台湾没有做 目前的内容 所以我要讲的是 我们今天的标比较 性能做对地方造成的 商业公司的气势跟建议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假设如果今天你是一般的 比如说你今天在花莲 就是卖一个东西 你只是在做一个很 很普通 你会说那我跟创政有关系吗 可以可以是有关系的 只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意思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 资讯科技的力量 比你在那边 我觉得我现在生意不好了 我是不是要 什么弄得却船车还是八天 我跟你讲 那个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各位 你一定要积极的有报科技 好 那因为超过关系 我只能站在这边看 好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个很简单的 先破除一些大家的迷失 你们觉得新零售这三个字啊 他需不需要先建立一个线上平坦 新零售要不要建立线上平坦 好 告诉各位跟你想的不一样 其实他不一定要建立线上平坦 诶有趣吧 诶刚刚不是讲话 有报科技吗 这个我们讲完就是道理 好再来 那新零售呢 是不是新零单线商务 是吗 抱歉 也不是 诶你已经开始有兴趣了 诶很奇怪 好像跟我们自己想像中的心零售不一样 好来 心零售是一种新的行销说话 是不是 是 是 抱歉也不是 哈哈哈哈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开头 因为我知道 我们很多的人 看到名词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诶感觉隐约概念是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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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阿里巴巴阿里,就是它对这些事情的定义 当然这个它的定义是以在数据时代下所讲的 叫做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的半零售形态 讲起来很绕头,但是我们来看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来,我们先看一下新零售在讲之前,我们先来聊聊什么叫零售 零售看这张图其实就已经解释完毕了 怎么说呢?来,什么叫零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呢,有什么? 有一个小妹妹,对不对?旁边有货,然后它在一个卖场里面 所以其实所谓的零售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它就是把商品放在这个零售的品牌中间,最后怎么样? 卖给消费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它通称为叫做货、厂、人三件事情 这个就叫零售,我想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没有问题 好,那问题就来了,那什么叫新零售呢? 到底新在哪里?我们先来聊一聊历史故事吧 各位看到我们这个图片上面,这个是在1869年 美国第一条东西向的横贯铁路的郡公路 那你说这图,到底客户新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讲谷 有来,它跟一个当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直到现在应该来投资了 有一家公司呢,叫Siers,它后来在美国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零售百货 它其实在那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时代的新零售,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人类在买东西的时候,它只能用走的嘛,对吧? 可是你知道吗?Siers在当时候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用邮购的方式 你可以填好东西之后寄回去,然后他把东西寄来给你 而这件事情,巨蛋就是跟刚刚的铁路的信息有关系 那你说它为什么叫新零售? 因为它让零售的产率方式改变了 你不再需要人走到某一个地方去,然后买这个东西 它把货带到人的面前 这意味着在当时候在1884年的时候 你就已经可以在处在美国的东岸 你就已经可以买到西岸的货物了 这就叫新零售,它改变人生 我们刚刚讲嘛,货、产、人,它改变了什么? 它改变了货,到底面前的这件事情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 随着时代的演性呢,在1908年的时候 福特的T型车大量的让我们的人类移动距离变远了 对吧?移动距离变远之后呢,它造成什么样的效应 有第二代,我们叫新零售2.0的星际才生 这个就是在1962年,倭罵百货创立的一个概念 直到现在,美国人都还是习惯什么? 开车从自己的住宅区,开到郊区的倭罵 采购一个礼拜的分量,然后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从1962年的倭罵百货创立的时候所发生的 而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的新零售 为什么叫新零售? 因为它让人的移动距离变长了 你不再只能用走的或是用有购的 你可以直接开车到一个郊区 然后一次再一个礼拜的分量回到你的家 那因为你大量的采购 对莫马而言,它的采购的能量也变大了 所以你的买的产品、商品的成本就降低了 你可以一次买到很便宜的东西 这个是新零售的贵2.0 好,所以所谓的新零售是怎么样 其实它指的是一种更高效率的零售 它包含了什么?货不供应的效率优化 场域效率的优化 以及什么?获取顾客的方式优化 那我现在就要问各位 各位,你现在假设你是业者 你做零售的方式 跟30年前、跟20年前、跟10年前 甚至如果是跟3年前、2年前、1年前都一样 那很抱歉,你根本没有在优化你的零售 意味着其实你已经逐步在被市场淘汰了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在网络时代币 有一句话讲的很残酷 它说我打败你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是怎么样 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而我不小心让你被淘汰掉了 这是一个多残酷的事情 你们知道阿里巴巴后来发明了一个东西 叫支付宝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对吧? 支付宝后来又连结了一个 它可以直接让你在线上买基金 投资金让我们是合格基金 你知道当时候这件事情 对于金融业有多震撼吗? 各位你试想一下 如果假设我们在此时此刻 我们要推广信用卡 我们要卖基金 抱歉你首先要先拿100亿张资本 然后先注册一下银行 然后开始去全台湾各地开分店 然后每个人来存钱 给你办一个 哎先生要不要办一张卡 对吧? 要不要买个基金 对吧? 你得去复制人家那个过程 才能够取代 才能够干掉你的基金对手 但是抱歉 马云在一期之间 就把全中国7亿的汇本 一瞬间拉到什么? 去抢了银行 卖基金的业务 所以他才会讲句话 我把你干掉 抱歉不是针对你 只是因为趋势的演技 而你自己跟不上 所以你也被淘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谈新营兽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谈创成的时候 我们好像很少闻到科技的味道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提升营兽效率需要研究货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了 货、厂、人 有三件事情 你要自律清楚所有的交易成分 比如说一个商品怎么样 它的供应可以分为 从设计到消费转质当中 这我们后面我们再来做补充 然后呢 厂呢 厂率包含哪三件事情 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一个营兽场率当中 不管是7-11也好 或是全面也好 或是加热股也好 其实你只是在处理这三件事而已 第一 你看到产品的时候 诶 这个罐头不错 诶 这个面包不错 你现在眼睛所看到 手所摸到的 那个叫资讯流 等你把这个资讯流 看完之后 你选择的一个货物 你拿到贵盘去结账的时候呢 你要买下它 你就必须要玩 不管是刷卡或付线 这个叫金流 对吧 最后你自己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自己把它带回家 这个就叫做物流 对吧 所以其实一个场域里面的优化 其实我们只是在优化资讯流 金流跟物流 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 我们很喜欢那个 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讲义上面 把我们写到 企业 舞蹈专家 其实不是专家 只是经验特别说 我们有一个客户 他们在中部 做比赋的 他们问题是这样 我相信可能各位 或是如果你今天是自己做收音 你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他前端的post 跟他后端的ERP 是搭不起来的 然后每次只要那个中秋节 大家去他们店里面 哇捡那个饼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卖法是这样 先给你一个礼盒 他说 啊 那个凤梨酥要去 去啊 然后太阳饼呢 我会死的 然后可能 那个什么 杏仁出几个好 放完之后 好就是这个配置 然后他的人呢 就得 跑到后台 跑到仓库去 先把他捡货 他说 你不要 撿到第十五盒的时候 他说 不好意思 哪里在那里 然后拿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结账吗 翻开一个透明的资料夹 上面有条码 对不对 一个一个逼 然后还逼错 你们应该就看过人家 买这个东西的场景吧 你买这个 然后哪里都翻 每个东西的 然后这样 有多落后 那你就可以想像 未来你想 你结账的速度 你的效率 是不是其实都根本 没有跟着优化 对吧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破产人 还要怎么样 研究人 人呢 其实在我们 从网路的角度看 就叫流量 经济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流量好像这个名字 都是一直在网路上 其实不是 我每次跟我的顾客 在讲说开店的逻辑的时候 跟网路逻辑 我都觉得说 很有趣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矛盾 什么矛盾 比如说假设 如果我们今天 因为我对花蓮不了解 比如说好 我举例 花蓮市中心的租金 应该比 郊区的租金要贵吧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市中心人 集中 人多 对吧 好 那你可以这样想像 很多的人现在都还一直以为 我如果在网路上开店 我只要把平台货放上去 就给我买东西 对不对 错 你还要自己花钱去让客户来一个网站看 这个叫导流的成本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 哎在网路上做生意 比开始你通路要便宜 我说不对 为什么 你在实体的线下开家店 你所付的租金 其实就是取得那个人流的真正成本 所以如果像我从台东来 逢假夜市的那个一个街边店 一个小小的门店 一个月二十万租金 为什么 因为眼前每一天从眼前流过 至少是三万人次 对吧 那你如果觉得说 哎我付这二十万 可是很好玩 同样的概念 如果放到网路上 假设我跟我的顾客说 哎你在网路上开一下店 一个月付二十万广告费 让一百万人流进你的网站 好不好 他不愿意 他觉得太贵了吧 为什么要花二十万五千块 可以先去看看 各位一定要破除这个名字 知道吗 因为网路上的流量 就相当于你在实体通用的租金逻辑 你愿意付很高的租金 是因为这边人潮密集 但是很有趣的是 当这个行为 放在网路上之后呢 你居然不愿意付这个导游 的广告费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啊 在数位时代下的新民众 我们刚刚讲过 新民众不意味着一定跟数位有关系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在一个数位时代下 所以怎么样 新民众它真正的一个使命就是 我们必须要结合线上跟线下的各自优势 去创造更高效率的领受方式 这个方式呢 就有三件事情很重要 它其实是我们的战略 同时也是赞助 针对货而言 我们必须要能够达到一种思维 叫做捷径经济 那对于厂而言 我们要做到很多数据赋能 那对于人而言 我们要能够达到一种平效革命 也就是说原本在店里面 它是固定的场域 固定的面积 固定的货量 但是我如何在这种固定的面积之下 我还能够提升我的营业额 这个我们后面会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讲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model 这个是货厂人 对吧 货呢 它从设计官到制造 到这个所谓工程 就是包含代理经销 然后到大货公司 或者是到一般的零售店 最后到社会的手上 这个是货会流经的一个 供应链的价值链的链条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厂呢 厂其实我们刚刚讲 它包含了所谓的资讯流 金流跟物流 对吧 那所谓的人呢 它其实有三件事情 在网路上来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公司 各位你一定要把它封银起来 叫做导流的流量 乘上它的转化率 乘上它的客栏价 最后乘上它的回购率 就是我们的营业 所以所谓的新零售 它指的是 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元素上面 去思考 我怎么彻底性的去优化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有优化的空间 而且尽可能的应用 所谓资讯科技的力量 这个就叫新零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叫捷径经济 我们刚刚讲过 提升货的效率 说白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 一般而言 我们大概会把这个设计 制造 供应 商界这些东西 它会分成几种成本 首先在前面的东西 我们把它成为叫制造成本 对吧 它制造就免不了了 可是你要知道 从网开始兴起之后 我们其实没有一定要 透过这些中间的通路或经销 把货 deliver 给你的消费者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APP 透过网 甚至现在你知道 很多人直接在 那个Facebook上面做生意 他告诉你 你要买这个吗 底下加1 所以你看直播底下加1 就有人直接讯息给你 你要买几个 你要干嘛 这样立刻就能做生意 所以他直接从制造端 直接拉到什么 消费的手上 他彻底的优化了 把这个交易成本给什么 减低了 那当然 传统有很多的案例 其实都在讲这些事情 比如说 来我们看几个 当我们把中间的这东西给拉黑 不要了 代表什么 直接从中间的那个 你听过案例吗 这个就是直销 对吧 所以不要怀疑 直销在上 应该说在20年前 或是在10年前 对我们也 他也是一种新零售的概念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以Government Postco 或者是说我骂他们的概念 他们是做了什么事 他们其实是 用很大量的单一性的一些商品 然后用大量的采购方式 然后把这整个 省下来的成本 回馈到我们的消费的手上 他其实也在优化这个中间的什么 交易成本 把它给降低 然后再来 最近最流行的 还有把盘什么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是 见证一下历史 这个是台湾目前 历史上 群众募资金额最高的一个专案 一亿三千两百万 在这个上面 那是什么 空气清淨机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群众募资 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 他指的是 一般我们的传统流程是这样的 我从设计到制造 然后制造我都是不是囤着货 或者是要透过代理商或经销商 上架到百货公司 上架到所谓的卖场里面 但是抱歉 所谓的群众募资指的是 我还没有大量生产的时候 我先透过一个网站的影片 相片 说明 让你觉得我有兴趣 所以它是一种 我们叫做C to M 的逻辑 它不是从B to B 或B to C 的逻辑来讲 它是一种根据需求 而来生产量的逻辑 换句话说 它基本上不会有过多的库存 它不会有额外浪费 放在库存的一个时间 这个就叫C to M 而这一切其实也是 拜所谓的群众募资 跟网路的这样平台的兴起 而产生的新商业模式 所以这个案例其实非常经典 目前台湾最高1亿3千万 所以各位如果假设你今天在 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是做一个 很有趣的产品 或者是一个你觉得很新的 很有概念性的东西 你未必一定要先有一笔钱去量产 而是你先生一笔小钱出来 把内容做好 放到群幕平台上面去 去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市场 愿意为你的创意跟创情去做买单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新的这个经济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场域里面要谈优化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症结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的零售 这个事实就像照片一样 大家就是姐妹她要手牵手 然后拿着乌乌逛在百货公司里面 那我们刚刚讲过 在卖场里面 它其实就是三件事情的交织 就是资讯流 你看的商品 最后你买的东西 最后产生物流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线下的消费壁馆 就是一个完整的壁馆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 你们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 你必须要买文票 才能过去那个艺术中心 或是美术馆才能够看展览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今天到百货公司去 看到这么多 你拿到买入产品的时候 人家并没有收你文票 意思是你也可以开一看 然后你整个就走掉了 对不对 他不就亏了吗 对 因为传统的线下的零售经济认知的是 我们预设你会因为资讯流 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场域 还有销售小姐跟你讲的话 而你被催眠的 进而你就是完成了金流跟物流这样子的动作 因为你也没得选 因为你离开这个场域之后 你只能想办法再回来买 如果假设你想买的时候 可是啊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币环被什么东西打破了 这个币环被网路彻彻离离的打破了 为什么 因为啊我们现在真正的消费行为 其实已经是变成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能会在线下看一个东西 看完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来 然后就输入相关的东西 你比较哦 亚马逊比较便宜啊 对不对 PCA用比较便宜 MOMO比较便宜啊 对不对 甚至只要便宜一个一百块两百块 你都会立刻弃他而去 就在那个商品的面前 直接在网路上下单 这也是成品经营的这么辛苦的原因啊 各位 所以如果你珍惜成品来给我们美好的生活 请多多支持 线下的那个生活 我不是成品的鼓動 所以我们会客观的讲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遇到的 就是这个闭环被彻底的打破了 我们的金流跟物流的发生点是在线上 而线下就只剩下提供你职韵的方式 好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要问各位怎么办 这个不是只有所谓的零售商问题 各位 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创生的逻辑里面 只要你是在一个 你看我们刚刚讲说还有都市还有什么 你今天如果是在一个地方 是在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比如说我今天去逛族站逛逛 诶 这个猪牙刷不错 但是好像你贵头先摆着 然后离开之后先手机摆 再看有没有别人卖猪牙刷 好像比较便宜 然后等就买了 会啊还是会遇到这种状况 那怎么办 你怎么因应 我们来看一下大品牌的因应好不好 非常震撼 来 在1997 2017年的时候 改变消费策略 nike 的合作零售商 从3万家直接砍到40家 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知道 他不能再靠船口的渠道买东西 是个不震撼的事情 然后呢 他这边当然这个报道没有办法移出 他讲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 合作上必须要有独特的营运能力 能够提供开划服务 更重要的是来我们来看 他的官网跟他的ATB 将成为主力的什么 销售管道 然后他把线下电 变成是体验电 你当然还是可以线下直接买 没有关系 可是他要更所重在 这个线下如何带给你服务 他这个体验的感觉 好让你就得 他这个线下感觉不错 不管你是要网路买 还是要在这边买 随便 反正线下现在变成 不是主要的销售管道 你看喔 连Nike都在做这样的布局 从3万家砍到40家 不是足够的 是 是几乎就是今年就直接完全实现了这件事情 所以未来可能 你已经很难在闹局或市局里面看到 Nike的1100店 但是你可能会看到他很多合作的体验店 那当然包括像美国有一个叫 North Storm的一个 百货公司 它其实也是一样 他们都开始注重什么 顾客入店后的体验 而不再是 在店里面直接销售为成绩的逻辑 这件事情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谨记一件事情 资讯科技带给我们人类的冲击 也许你自己没有感觉得到 可是当它发生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来不及一例 所以你必须要很主动性的一直去关心 到底这些议题走到什么地方 以及对你有什么影响 然后你要怎么赶快一头赶上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赋能 获藏能 它其实真正 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几个重点是什么 比如说呢 对于资讯流而言 我们通常在线下的优点其实是什么 你实际体验过之后 其实人会比较愿意付高价 但是如果在线上它的优势 比较高效性 就是我们要怎么能够快速的比较 很多琳琅满目的种类的产品 这个是他们分别各自的优势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新宁兽的时代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优势能够做一个整合 是不是很好 好 这个我们待会会看案例 再来 金流方来说 线下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吧 所以你立刻可以拿着一万块两万块买一只手机 可是如果在网路上呢 诶 这会不会骗我 对不对 你就会担心 那么在网路上它的好处呢 它也许没有线上的所谓的可信 但是呢 它在线上有一个好处叫便利性 比如说你现在有点资料 像我现在就已经很习惯 搭那个 呃 台湾大车队我就会用iPad 不过哪有 我都没有用iPad 它每次开完之后 你做的那个 你做后座嘛 然后它的那个萤幕就出现 你就掃QRD 直接就附 多好 真的 你不用在那边找钱弄钱 然后有时候实际 那个实破 收据 不用了 这些东西都慢慢淘汰掉 不能过去 那最后 含护流呢 线下有时候怎么样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要集合性 什么集合性 有时候是这样 你如果很急着想要买一个很棒的 比如说iPhone 以前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现货 对不对 现货就叫集合性 那你说那网络怎么办呢 网络好像它还是要宅配啊 就像那个PC 它最快也是要24小时啊 我跟你讲 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这个我们待会用个案例 讲阿里巴巴他们填放双十一 怎么做 它就是用很快很快的效率来打到电池 所以网络上它其实是一种叫跨度性 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极端的效率 快速 那这个字可能有点小啦 但没关系 我要讲的是什么 第一个案例 其实我们在谈小米之家 小米之家 他们在前面这个所谓的 资讯有关的时候 它实现了线上跟线下同样的一件事 很多的人其实是这样的 他在网络上卖东西比较便宜 结果在线上店卖比较贵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们认识一些大的公司 它的真正的矛盾点在于 原本公司都是透过零售网络上卖东西 突然公司自己内部有一个 所谓的平台的中心要卖的时候 两边就是内部自己两边 负责的尔码会打中心 为什么 很简单道理嘛 你如果在网络上卖的比较便宜 那请问一下到我线下的业绩怎么办 你看到这是不是直接的充足性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扑克就是这样 所以导致 他最后就觉得他必须要放弃 如果不对其实你应该去思考 怎么去同格两段 但是你不能去思考 像我只要线上或我只要线下 不是这样 包含其实参坤 参坤他们自己在网上有一个叫快三平台 那他们线下的点是一样 可是他们这两个平台 内部里面的人 是常常在增值 就是他快三可以做很快啊 他可以用很多很大量的 你一定会有什么动作 或什么他会回馈什么 可是他线下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曾经常会发生 一个方法就是 你看到他线上的零售的一些优惠 你到线上去问的时候 他还要说 你等一下我问一下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你不是同一家公司吗 不是喔 这就是为什么 整合不起来的原因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金流的部分 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职码信用 这个界面就如你们所看到的 他透过哪五个界面呢 从你的身份特质啊 履约能力啊 信用历史啊 人外关系行为偏好 去做出了一个 我们叫做总分数的东西 比如说他可能超过几分 你就会多一些折扣 你如果低于几分 你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等等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芝麻金融 他把我们在金流关 认知所谓的 快速的便利性的这件事情 以及线下的可信度 全部做了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一个新零售的 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各位 2019年天花双锡 成交有2684亿人民币 一天 好 问题来了 送这么多货怎么送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可能远的一点 我记得各位听 在2013年双十一的时候 他们算一个门槛 就是货发出去之后 顾客签收1亿件包裹 你看这很夸张的数字 1亿件包裹 平均是用9天 这是2013年 但是在2014年变成6天 2015年变4天 去年只用1.8天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跟Amlon一样 他们叫做预测式出货 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在你要买的时候 比如说好 在这个装饰衣的前三个月 他们就会开始打广告 在他们的Banon Talobo 都告诉你 诶 赶快把你喜欢的东西 先放在购物车里面 为什么 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子放 等到那一天流量赛车的时候 你只要按结账就好 你不用在那边选 确实 你如果是那一天 那天才开始学商品 抱歉你这么年轻 很多这段转转转 那我们昨天都讲过 现在的 大家对于那个 网络系统的反馈感要很乖 超过上百秒钟 我们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很多人就 哦对对对 那些都塞车 所以我赶快去预设 把这个资讯给放上去 对于平台而言 他就开始知道 哦 有一个上台的人 他想要从那个广州 订一个什么玩具 我是不是就可以事先先把 或配送到他 比他最近的仓库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 预测是突破 他除了这种 要消费者 自己用这个行为去做之外 他当然会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去做这件事情 哦 那当然更有趣的是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大数据好像就是统计数据很大 我在讲的是哦 大数据其实不是数据大 数据大 其实是统计就可以解决的事 大数据基本上 他是在解决很动态的东西 很动态呢 就像这样子 比如说涌进来 每一天都有 一亿笔两亿笔这样子的资料 你要在很复杂的情况下 用一半的统计是解决不了的 你必须最后要导入到 所有的AI之路去参观 哎 大概什么演算法 所以像 那个 今天早上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记者跟我说 那个昨天我们聊完之后 很奇怪 昨天才聊完 他今天早上起床 一打开脸书 哎 可以跳出我的个人脸书 因为推荐他家朋友 这个就是演算法 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怕 是好像我们聊天 记录脸书跟QB都知道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雷军讲的一句话 他说啊 所以呢 我们要从线上反围线下 但不是什么 原路反围 而是要用网路跟工具方法 去把这两者实现融合 所以新零售现在的意义 变成是什么 我们要去思考 是这两者的联合性 更重要的是我刚刚讲的 怎么样优化你的效率 不要以为做创生就不用优化效率 好吗 因为你的竞争力 你不能说 像我 我有时候说白脸 我很不喜欢有人跟我讲说 呃 因为我是小农 所以我东西 卖的贵你要支持我 这个论度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曾经在台中 也是陪着立委去跟一些小农 座谈的时候 他说 因为我是重有机的 所以呢 我们家的输货 我就比较丑 然后我就 因为产生有少 所以我要卖比较贵 我说不好意思 我有认识那种重有机的 对贵一点点 可是人家的东西品质很好 好吗 不要自以为 你站在一个道德至高点 我回乡创业 请问回乡创业又怎么样 回乡创业没有代表任何价值好吗 回乡创业 唯一能说明的是 你对家乡很有热情 这个我值得肯定 可是 对于消费者 他要买的是这个产品 而不是你回家乡这件事 所以一定要记得 不要只是用情感的厕所 或是到我的自告点 告诉别人说 欸我做这件事情 我怎么样 我今天在 在主张 或是我在哪里偏偏地方我创业 然后你就必须要很高的 我买就对了 你还是要回归到很正统的行销逻辑 你如何把你的品牌 价值往上堆积 也许你还是需要广哨 也许你还是需要派言人 也许你还是需要 那当然一开始 不可能花很大的钱 那你就必须要想 那我能不能先找个 比较有点质感的网 先帮我推荐 你还是要有很很很丰富的 这个我们叫做一般 在经营企业的一种管理事务 或行销事务 去堆积予的产品 的品牌价值 而不是只是基于 反正我就坐在这边 然后就靠着肥丁胸 帮我们带人来 对不对 今天一场演讲 大家都去独占 然后就要肥丁胸 快点大家去买什么什么商品 这样 不可以是这样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人 质效革命 那这个我们直接用一个案例 来跟大家讲 小米他们的店面 叫做米家 小米之家 那他们的行动 怎么做到20倍的质效 各位 小米一开始做是做什么的 手机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只有卖手机吗 没有 哎呦 小弟机器人啊 对不对 吸尘器啊 然后手腕啊 什么都做了 可是他们什么都做的 背后原理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反正老子有钱的 什么都跑起来做 不对哦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很科学的 来做他的新领受 首先呢 我们刚刚讲过 在整个消费者 所谓的人 流量 转移转化率 他各自做了哪些新的努力 在选址策略当中 他一开始也觉得说 啊我怎么选在那个人很多地方 他就选在地底站 后来发现很奇怪啊 人都经过 然后都不进来 突然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们就用他们的大数据 真正的大数据 去做分析 他发现 他们的消费者呢 跟什么消费者的属性很近 他发现跟 UNIQLO 星巴克 Glava 这种客群的充电性很高 请问他怎么发现 大数据 必然一定是在某些一个平台里面 他发现 好像某些人在网路上买了这个 或是搜寻了什么行为 然后他就会顺便买个 小米的产品 之类的那种数据去做分析 所以他就发现 既然这个客群是充电的 那么很简单 你最理性的选择就是 把你的店怎么样 开在这些店的附近 没有错 他就发现 进来的人多了 替代率也增加了 你看啊 这个判断不是传统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过店 传统开店会有一种东西 叫做立地评估 就是你要派一个人 然后算在结果在那边按摩表 不是按摩表 不然很技术性 都一天经过做两个人 然后铁 早上下午 然后假日怎么样 然后在那边算 那叫立地评估 以前我们就干过这种事啊 现在谁还在做这件事 你知道吗 你不能说 反正我就是觉得 然后银甲还不错吗 我就开银甲 OK 只要钱对你而言 就直接选择最多的地方就对了 也可以 但是对他而言 他不是用拆的 他是用数据去佐证他的行为 应该这样做 OK 再来增加银甲 他把第一屏消费变成高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讲 手机你会多久换一次 最快的也了不起一年换一次吧 是吧 反正就是第二代 像iPhone10 iPhone11 iPhone11 大家就这样一直跟 顶多一年换一次 请问一下 如果有一笔生意是 你一年只能赚他一次 他一起被探 对吧 我去这家餐厅吃完 下一次去是一年后 我好像不得了 我可不可以没有把你赚那么多钱 所以他怎么样 他开始从手机怎么 衍生到行动电源啊 自行车啊 用滑板等等 他会各自带有不同的消费频率 他让低频消费变成什么 高频消费 然后低了再再的上面去 这是两届什么 这是他在流量上面的一个策略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于转化率 什么叫转化率 就是等于有点可以 你们想说是购买率好的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叫爆品战略求金不求量 不求量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店里面很有趣哦 他没有 他的款式没有很 没有很多 他每个东西都是那种两三个 或是像雨伞 就一款而已 这样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他可以在单品上面更有质感更近 而且本身就能够带来高转化率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里面所有那些产品 对不对 如果你们有去逛过 除了手机 他自己做之外 其他所有商品 都不是他自己做的 都是小米生态系做的 什么叫小米生态系 比如说 肥金兄说我是做盒机的 肥金兄说我是做盒机的 肥金兄说我来这样 我投资你 但是你帮我做一个 跟我这个 那个质感符合相关的 这种样子的盒机 然后他的 或者摆定了 然后我没有 他任何一毛钱 他就是摆上来 我就是做工具帮他卖的 他的做法是这样 所以他用这样做呢 再来因为你量你的款式少 所以你一次可以做很大的量 量一大 你的成本当然就低了 他的那个成本低到很高 像我上次去看那个包包 540几块 就是一包纹杯的那个电脑包 便宜到你很难想象 再来他大数据全品 让命中去提高 因为他讲嘛 线下面只有线 所以呢他会怎么样 先优先在线上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产品 这个我们到后面谈回购率的时候 我们来谈 这个是很精彩的一个方式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客单价 他怎么提高客单价 我们刚刚讲过 他让他的设计的一致性 各位请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后面的启示会讲 设计一致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店他都会觉得怎么样 啊我今天刚好过零了 就设计一款盒子 然后呢我今天性情好 就设计另外一款盒子 所以你走进去你会发现 虽然他们的店通通都叫 比如说可能都叫竹山小凳 可是不好意思你走去你会发现 你要像买到一个雜货店 你知道吗 没有一致性 没有一致性的造件 他就没有品牌的能量在里面 所以不是命一个名字 就只有品牌 不是哦 命了名字之后你还要思考 你店里面的设计 你的盒子 你的包装 到底具不具备一致性 一致性会带给人家一种专业感 会带给人家一种质感的感觉 他才会觉得 哇行出一个很强烈的记忆 他觉得你的东西有一个水平 这个就叫一致性 再来他线下强化是体验 非销售导教 你看他这个趋势已经走多久了 那一集是2017年才开始地道这件事 人家不是哦 人家是在十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 他开始强化线下的体验 所以呢 比如说你去的时候 他就尽量让你用 当然我觉得他这一道也是学 就是你去没关系 像以前很多店都这样 你不满不要碰 你会这样想 传统以前你开店是不是 你不满不要碰 现在不是 各位一定要记得 走进去 如果你是卖吃的 让他吃 反正能吃多少 对吧 再吃苦就是这样 他总不会就这样 真的把他饭吃吧 该吃你吃到饭吃 而且你要他体验的很好 对不对 体验好就觉得 想像不满一点不好的意思 对吧 让服务给他做 就产生什么很强烈的印象感 所以一定要记得 强化线下的体验 因为反正现在怎么样 他人离开 他如果对你的印象好 他可以从网络再买回去 对吧 好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 回购率 你知道他其实 更厉害的力量在哪里 他是这样子的 他有三个平台 他不是只有开一家店 来 我们来看 他的米加油米线上 他上面有2万种商品 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群幕跟筛选暴力的平台 我们刚刚讲过 群幕是怎么样 是有一个概念性的产品放上去 然后呢 有没有很多人去点击 有没有很多人去看 有没有很多人想买 对吧 如果有 诶 这个东西他就变成什么 他接下来可能会自己开发的东西 这是他第一层 我们叫行销漏冷的选择 等到第二层的时候呢 他只有什么 2000种商品 这个还是在线上 他自己本身生态链商品 他就是把这商品做不错的 往下变成长足生态链商品 因为线下店的面积有限 对吧 换句话说 等到他摆在店里面的那个产品 绝对卖得掉的 好 我们来反思一下 我们自己现在有做什么 我们有做到这样子吗 没有吧 你不知道距离太遥远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样开一下店 诶 感觉好像我做得很不错 然后把他摆一摆 然后期待客人进来 你会发现你永远把生命 放在柱子上面 而不是放在柱子上面 好 好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我们的结语 第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在地方 我们更容易局限我们的想象 我们会觉得好 我就希望你能够这个地方 把东西给买走 其实不是 我这一点看法 刚好跟贼英雄有点不一样 我认为是这样 他消费的10点 固定是在那个当下 可是你一定要让他在线下 体验非常非常的好 体验非常好之后 你让他能够有机会跟你在 网路上产生联系 然后透过路方把他买走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新的可能性的选项 而未必要让他发生的 消费化之前 在那个当下建立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从线上找社群制上面 去解决什么 乡镇人口不够的地方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期待 只是官客进来 我们常态是应该怎么办 当有官客进来之后 让他有好的体验 把好的口碑给带出去 然后让他能够在线上 跟我们产生消费的关系 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过多过少 简直这样子问 然后启示二呢 其实是这样子 韩片地方特色别人 要把融入地方特色 去创造一个毁购的可能性 刚刚其实我们有前面讲的 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 越在地越国际 越在地越国际 可是你的东西真的在地吗 但是我坦白讲 有些人做的太在地了 就太在地 没有到来一个事情 反正这就是我的特色 我就不愿意来 不是 在地还是要有质感 好吗 在地性还是要有质感 这两个事情不重复 好 再来第三点 好 第三点 我们要建立什么 刚刚讲过 要建立新加坡的美好的体验 各位 我们来想象一下 地方跟 所谓的城镇跟 很繁荣的都市 到底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我每次来滑东 我其实都很赞叹我们有很美丽的天空 真的喔 下次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有机会到西部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冰空 是蓝色的 可是它是灰灰的蓝 然后它跟云之间的对比度没那么高 可是我每次都要滑东找一起来 哇那个冰空的蓝 跟那个云的颜色对比出来好美好美 再来我们相信更靠近什么 更靠近农鱼产 更靠近 包括像大家绝对更靠近农鱼产 像昨天晚上 我那个真的是很不错 太惊人了 就是这样 这才是我们地方应该要的特色嘛 对吧 所以创造一个很好很好的现象的体验 是我觉得是地方的优势 因为这个优势在都市 它被点停化了 像我每次跟我同事去台北出差 我不敢随便买工资 因为我很容易遇到地雷 然后觉得这东西好难吃 所以我们很习惯去 不然就有什么连锁店 甚至最差的 我都去西伦买微波食品吃 我也不会跑到他们去搬那种 你不见金钻的电池 因为我怕那个电池我们不好吃 可是我每次放台南去 随便吃都好吃 天哪 你知道吗 每次我来大量的说 那便当真的是那么怀念 说什么 花东的米真是好吃 对吧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体验 然后呢 创造线上地雷收据的好口味 这个才是地方应该要落资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 让他立刻这个地方 Longstay也好 买大量东西 可是如果让他觉得 不想念花东 不想念这边的米 不想念这边的生活体验 他就希望在都市 偶尔也能够把东西带到 他支持居住的地方去 好 最后 我们要积极拥抱数位工具 或者是能够与提供你数据的平台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因为各位 虽然我们还是在把地方创作 虽然你可能是在地方就业或创业 但是一定要记得 潮流的趋势 尤其是科技的趋势 他往我们不可逆 首先不可逆就是 你直到现在看到我刚刚讲 你不可能等待一个网页 等十秒钟 你已经没有耐心了 你会觉得那种业对人说 我一定不知道没有干嘛 就把它关掉就好 对吧 所以你要想 当你需要的速度感越来越快 当你需要在网上找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是 如果我点进去你的方法 发现 你忘了点进去 那我就不买啊 我就找别人就好 我没有给你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记得 即便是创生 即便你在地方上面 你还是要知道 拥抱新的社会工具 跟新的科技 绝对是保持竞争力的一个不二方 好 好 好 最后 真的是最后 好 我们的这三件事情 其实我各自做了一些建议 比如说 田径基地当中 我们在散用什么 外部的公司去定义合影的价格 也就是说 你不一定真的是在当地 一定要定什么 也许某些东西 你真的是包给 有可能是更 其他的香蕉 其他的什么 他会来帮你做这些 去提高你长远的竞争力 那在数据上面 比如说 任何公司部门 可以建立什么 像数据的共享资料 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东西 在数位时代下 都会绕在数据这些事情上 但是 单一的小商店 确实力量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 反而应该说 也许政府 量位中央或地方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像 今天科长有讲 我们台湾有一个 提SARS 的地方创生的平台 但是我想是 如果站在零售端的角度看 我们很难说 叫PC 又把数据给我们看 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说 未来在很多的观光景点 或什么 它能够有什么数据的统合 然后我之前想过改ID 也是这样的 它也许可以变成是一种 互助会或基金会概念 那怎么做呢 只要我愿意把我店的消费 这种基本的资料 贡献给这个平台 那么我也可以享受 这个平台 别人的数据就像 当然 会把各自的东西给你们 停掉 它看到是一个数据化的变化 那么它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 资讯 或是数据的交换方式 去提高你自己 对于这些 所谓科技的应用的能力 那最后 平像隔壁上面 我认为其实有一个 就是盘点在地 敌人们去回动共同平台 因为 有时候真的 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 那么 它让整个竹山 现在已经慢慢 已然成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也许以后 想到竹山 就想到特别区 地下县长 不是 地下政长 对不对 那真的就 一虎百怒 那个影响力就成精了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是我们的城市长 还有刚刚的张文山教授 那我们今天的大会主席 我们大汉 就是给我们双教授 再做 这个 从西部部来 过来的专家鞋长 还有在地的乡亲父老 大家好 好 很高兴 我们常常 鞋序店在办活动 到最后一场的时候 爽到五晚了 而且我发现 现在在场的 一半以上 是早上的 可能早上有 我告诉你这一场不错 今天有在 没有手来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掌声一下 谢谢 那么 整个的论坛 其实是从四月份开始接 五月份定调 因为 地方创生 最适合做的在东部 早上一直下来西门 但是在过去执行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呢 大家都还是在喘 在试 那么我们就在想说 OK 这个投影的安排 从早上第一棒 我们 和培金 那个 政府的官员来讲说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概念 那么显然进入 今年呢 虽然叫做地方创生 第二年 但是呢 因为主委患 所以呢 过去1.0版是 各个单位提过来给 国王会 他去协调机会 2.0版很快就要出来 好 我们中午 知道了 科长 称他在为邂逅天机 他说 国王会 自己集了很多钱 不要再去透过过去那样的 贵律 矿手的去协调 所以 就是做下去 有问题 再进去 所以国家 政府单位 他们实际上是好尽潜力 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要做 那么站在学校的立场 我们要怎么去做 在教育部以前叫做科技部论事 他们在做一个什么事情 他会 超前部署 去了解整个社会的变迁 因为我们最怕老师是怎么样 用过去写的东西 教现在的孩子 应对未来的社会 那孩子他根本已经不理你了 他说在课堂上 打盾 睡觉 已经给老师面子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滑手提示必然 我们修景是画在手机教学画 手机教学 你就是要应对 孩子才有学到的东西 那对学校的老师 其实是请各位看 每一个科技大协议 极端校园 都是把跟地方的产协合作 当成老师的工作值 而且是重要的考译 可是老师呢 坦白讲 我们说要鼓励学生出去创业 哪一个老师自己真正创业成功 除非专案老师 你是从业界请过来 这不是很吊诡吗 你自己都没有创业成功将来 这样子去创业 怎么会成功 然后呢 自己没有真正去执行 产协合作计划 学校你好求 我要去接 万一我接了以后 没有成功 那我一次移民 不是毁了吗 所以老师是很坎坷的 但是事实上是有钱 我还是一句话 Just do it 但是不是乱搞一通啊 对不对 要有方法 所以我们接下来 从第一棒 培训先生的乒乓的院子出来 各位听完以后 是不是觉得 我要调不要我去考呢 每一次我听他讲话 我说 啊 真的是 我要付出 我们要去努力做 地方 一定要去管理 然后接下来 我们说老师 你看 你们都以为学院派吗 他也是 脚踏实力在做 他又有礼物 又有食物 接着我们大人兄 其实我一直以为 他要讲那个 要弄一个事业 要考虑一个 360度的面向 他有一个model 不得了 结果我不是 他今天讲了一个 零售商 要怎么去做 我刚刚在外面的插序 有一个漂亮的姑娘 我就请教她 她看起来不像老师 不像我们 这个教授 很有气质 我就问她 你是怎么样吃饭 她说她自己是个体服务 在做零售商 很有售商 很有售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我们宋教授已经宣告了 地方创生是大汉 今年是延年 我也是董事会的成年 今天很 今年有幸 要配这个 所以我们就帮忙 把这个部分定好 那这个厂是修平科技大学要做的事情 从过去怎么样来做 USR 其实要这样讲 刚刚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 哎 过去去听好的成功的案 你啊 都是公益人说 还没喝大汉 大汉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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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的确的例子化身在修平科技大学 刚刚我在讲 这个整个前年在做 在教育建作是 教育部的指科师 资讯理科技教育师 以前叫顾问师 他大概在九年八年之前 他已经闻到了少子化 年轻人呢 比如说我爸爸是在做木匠的 我爸爸做木匠的 我妈妈是个龙子 每天我就看我爸爸穿一件短裤 我印象中就是一件短裤 用手抱 可以做到 木工呢 我们中药主 你是 整盘的 精致的 都是我爸爸的客人做 那我干什么呢 我帮他定 你 那个抽屉打开 放中药的药会 那个盒子 我踢上去塞了 我每天九点后才能读书 每天晚上九点后才能读书 所以我都是公共卫生 一辈子都是国家栽典的 我每天看到我爸爸穿一件短裤在那边坐 你把他打扮 我帮他上去 各位理解吧 所以你在想 这这样的孩子 他每天看着他的副职辈 我也都是这样过 请问他长大要不要像这样 不可能 比较不酸 这是现象 所以教育部 他早就闻到他说 OK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在地青年 创新创业能不能 所以 地方上是这样来的 那之后呢 他就前国 对所有的科技 这个高 这个普通大学 还有基砖校园 整岗只有六个名额 每一个学校 六个学校都各自代表一个特色 东华大学 因为他是东部委員 好 有建计 海洋大学 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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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一大要做什么 他高雄一大要做海外的医疗系统 高雄一大要做海外的医疗系统 高雄一长照做 高雄一长照做 中兴大学这场 查 然后呢 他就要找一个科技大型 来推 那我们刘敏 就叫我们副校长 陈北龙一长 陈北龙一长 向他提案 然后主持人是谁 校长 我们两个就傻傻的去 哇 都是 在我们前面的大学校 公司一多 我们两个一报告出来 我说 哎 累贵啦 结果呢 唯一 秀屏过来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就要帮你罐子 一个大学 他在一个地方 他有他的社会责任 尤其是 我们实际行校 是招生批 我是社区大学 如果我对社区不了解 社区都不认同你 你告诉我 他会把孩子送来 你给他打死 不好意思 我的理论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写的就是说 OK 我们来抄 天胞的一条 谢谢陈北龙 他是我们的总 总这个指导人 他的故事都改了呢 那我们能不能用 修理 我修理的比赛 在大理工会区 白天很多人 一下课 没有一个人 学生没有地方去 你懂吗 学生现在都要算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OK 好 我就让周遭的 这个社区来认同 我们大家的修理 每一个系 要认两个社区 一个林医 我当校长 只要庙里面在驾叫 我也要坐在两个 你做得到 庙里面的节庆 我们都要拿 包括董事 都要拿 认同 麻烦 那你说 我们学生 使用的字母都不信 他能够去服务吗 可以 我跟各位报告 只要老师 又告诉他 明年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我们去 要去做的事也是什么 学生的表现 永远没有例外 超越我们的期待 因为他去 有那个地方的阿伯阿伯 阿伯阿伯 七老 他们都给他拍拍手 哦小脸 你会打哦 每一位他们要去服务嘛 帮他们去做地方支援的盘点 就是刚刚讲的第一个 盘点地方的DNA 你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估计是服务学期只是扫地也不好 去服务学期扫地也不好 你就让孩子去说 OK 你今天到这个社区去 他是我们的灵机 他的问题 我们帮他解决 他就会肯定你 所以到后来 我真的是 很安慰啦 地方 我们帮你地方的七老 我会写诗 他就写一个贬送给我 最后一句 他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帮你去 没有我们修名的孩子 进去里面帮忙 他一直 一世人修改 一世人修改 意思是这样 你看 然后我就比学生看 好高兴 我发现他只要去了以后 他自己就会要求 同学也没有做好 他就要求他 那学生因为进去以后 那就difference 好我们做了 全台湾 所有的科技 大概失利的救我 公立的Lomeo 然后接着下来呢 两年过去以后 他改了智慧生活 人才 整个人才的培议 叫进阶版 就科技要进来 我们再次拿到 经过五六年完了以后 高教生根计划 他就开始变成政策 变成USR 大写的社会责任 他又分ADC C就是最完的天 千万以上 里面的核心人 就是我们李文明老师 如果他没有一开始 这样从零一开始 这样一直走 就没有尽甘修 那么你们会问说 奇怪 你这个李文明老师 你是想的 你怎么有办法撑那么久 我们男老师也都知道 小贺行买 我的贤店都好 他们都一直撑 当然跟他人格特质 还有他的宗教的里面有关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功劳 应该是我们两个互相敌敌 每个礼拜礼拜一 我一定乖乖坐到那边 听他抱怨 还说这个不行 记得住他 记得住他 啊我的工作干嘛 两个抱起来 互相去断 明天我就要赶快把石头办开 两年里面 我们开了讲几百次的会 感动的教育 真的感动 所以到最后 总计划 每次那评审的总计 都跳出来 他就讲 修理是做今的 对孩子真正有大妈 所有的辛苦 都值得 所以 来这样一路走 到现在一路 要10年了 那今天 开头就 大型的社会责任 那修平的今年的分享 但是李教授有个缺点 就是假装动得掉 那时间把牌子都给他说 他会说到 你会一切都走 好不好 那掌声 来欢迎李教授 我们直接拿去担户了 所以李教授可以讲到 3点33分 谢谢 谢谢 校长这样介绍 我后面借不下去 所以 这个 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 这个从 科大这边 然后培君 然后 还有文山老师大文 还有华联县政府的分享 其实各位有没有觉得 收获满满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 要做地方创生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从培君的 这个分享的案例 有没有发现 心是最重要的 培君一直很坚持 所以我们要做地方创生 人 有没有信 这是关键所在 然后行政单位 有没有信 也是关键所在 所以刚刚中校长讲 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中校长 这个 校长我可以 我可以稍微 泄露一下底细 我们中校长 当时提案的时候 因为这个计划非常特殊 就是以前叫 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可以计划 创新创A 在议程庭台示范计划 你看那个计划那么长 他当时就有一个创举 计划主持人 各个学校一定到校长 才能计划主持人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 那个校长大方就挂露了 真正做的应该是 负责那一位老师 所以我还记得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校长跟我一起提案 提案完的时候 差不多经过 我们是用双月会的兴致 就是到各个学校去参访 所以东法大学我们也来 那时候是五号通部校长 那校长就要干嘛 校长就要带着底下 所有计划的团队 来报告他们做了什么东西 所以校长不可能 自身此外 所以校长就要投入 所以陈冬生老师 叫做周树清老师 他们最队嫌抗力的 排大四位系的 周树清老师是第一志愿系的 其实那时候有讲一句话 因为中校长是弄假行政 其实不止中校长 我觉得所有的大学的校长 都弄假行政 为什么 因为想不到 他们这一队嫌抗力 就要求大学一定要参与 那他参与很简单 不是叫你书面报告 他就直接带团队到你们这个学校来 所以 基本上有六个学校吗 五个学校到这里来 对不对 好那你校长报告 你是主持人 不能不报告 那你报告如果太假 不能报告完就走 为什么 因为团队来是一天 你必须要报告 报告完的时候去场域参访 场域参访 场域参访的时候校长要做给吧 校长要做给 教育部官员也在嘛 所以校长他就 至少总是要假装一下前例个礼拜 至少要demo 但是他一个礼拜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做地方创生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 你只要去接触地方创生 你只要去接触地方的事情 其实很奇怪 这件事情是 土地是有魔力的 社区是有魔力 当你一坐进去的时候 跟人接触 台湾最美的风险就是人 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 当你进到社区的时候 你发现社区真的好美 那个人的感情真的非常好 所以你知道 有时候在学校执行 碰到老师碰到学生 你会有点挫折 为什么 因为老师有自己的不同的目标 老师可能要升等 老师可能要做其他东西 他不一定要跟你做计划 他会认为计划是你的 我也很要参与的 所以有时候应到一些 一些困难的地方的时候 当你到社区去走一遍 你要有活力满满 所以这个社区是有魔力的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老师 其实只要第一件事情 有心 你只要有心 所以不只是做地方创始 教育也是要有心 所以当我们在教学上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想到说 我们的教学会做一点点改变 这个是有心 第二个文山老师 那你就会看见 文山老师真的非常厉害 在英科大法 应该数位媒体 他把他的技术全部拿拽用 所以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如果要进到地方的时候 各位教授 基本上都是有专业的人 所以第二个东西 我们大学会跟地方 做的不一样东西是 因为我们有专业 所以我们的专业 就可以进到产业里面去 那各位一定会讲说 我的专业好像跟这个没关系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田队在那里想 我的专业可以做 就很奇怪 就会有一些社区的问题 就会找上你 所以我刚刚讲到 那个资讯科技的部分 我们学校当然 事务会弄业很有名 有一个政坛老师在做的 那有一个资网系的老师 他就会写APP而已 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讲 这个我们社区不是要做导览 那社区做导览 刚刚大轮 还有天天对我在讲 那个大数据分析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来过几次 然后他进去你的场地里面 待了多久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APP让他download 对不对 但是那个APP去download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不应应download 为什么 网路太弱 那就不要download download的时间超过3秒 那就不要 然后他去玩的时候 他会发现 我看到一个景点 点一下 那个QR Code 一扫 我出来好慢 不要看 所以那个APP没有人用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讲 可不可以把它设计成游戏的方式 所以那个电机系的老师跟资网系的老师 就写成一个导览系统 装一个IV肯 走到这里主动式就弹出来 弹出来 资讯立即就可以看到 他不是用网路上 那是用蓝牙 走到这里弹出来 走到这里弹出来 而且弹完以后 马上可以用什么 马上可以去做点选 点选完之后 如果你答对了 他就给你一个圈圈 就剪红点的概念 剪了9点以后 这个场域的社区 是不是就可以给他利益 那各位就会知道 当他开始玩的时候 你时间就可以做记录了 他有没有把9个游戏游玩 或是6个游戏游玩 对不对 是不是马上就知道 那这个学生 因着这个东西 他现在就开了一家公司 专门来帮人家做什么 帮人家做导览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其实各位的专业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那我今天就很想 在我们学校里面 这个因着从前面智慧生活 一直做到第五行创生 那这个是希望透过USR 跟校园创生 协力在地创生 那我今天 因为上次已经在大案分享过 那我今天比较重要重点是 基本上如果从USR 创接到地方创生这件事情 所以地方做这个什么 USR计划 或地方创生 到底是地方占大学便宜 还是大学占地方便宜 我个人的定义是 其实它是一个互利共好关系 地方提供场域给大学进场 但是地方也拎着大学进场 带着老师跟学生进去 让社区产生了一些良善的变化 那USR计划 它其实是可以 可以创新创业人产 提升学生的就业跟创造力 那这个USR计划 而且该是我上次 在大阪这边有稍微分享的 那我稍微再把它证明一下 第一期USR计划 114所大专业校参与 执行了220件 那第二期从109年开始 109、110跟111总共有三年 那今年是第一年 那这个分为大学特色类跟国际殿级 那么有97所大学 217件通过 所以大概跟第一期差不多 就是220件 那么大学特色深更型 刚刚中校长有提 第一期计划分为A类B类跟C类 这个已经变成现在各个大学一定要做 所以A类不见了 那个种子型 种子就要买到学校的高教深更里面 所以不管你学校阅读原因 你高教深更都要写 大学社会责任这一款 那个叫种子型 那我们学校期的种子型 可以写了两件 它也过了这样 那这个特色深更型 那还有一个叫萌芽型 那么萌芽型有181件 那么深更型只有24件 那当然深更型还是比较少 那么今年又争了一列 就是国际链级 国际链级总共有12件 那么国际链级的萌芽有12件 深更型总共有4件 那么USR鼓柱总共有超过千万 总共有29所大学 那萌芽生地大学 因为拿到一件生耕 三件萌芽 然后两件总子型 所以总共有6件 再加上有一个USR Hub 它说你如果超过3件以上 它另外给你一个US Hub 就是一个基地 另外多块给你150万 所以我们学校在这边 各位可以算一下 大概接近1600万左右 那接着第2期的USR计划 最主要是要接给 国际联合所的发展目标 那么刚刚有讲过 第一期的USR总子型 100 09年纳入高调深更 那这个是在我们台中那边 中部 我上次在台中市政府 分享的 苗中当投影 二期的USR计划 那么在苗中当投影 这个大科研校有11所 萌芽请19件 深更请4件 国际萌芽请1件 总共24件 那么季专校院总共28件 那苗中当投影总共有23所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24加28大概52 52来除以23 大概平均是2件多 好 那么一般来说 在执行USR计划 还是执行的步骤 基本上就是 我们跟社区建议策略联盟关系 所以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就14个社区做盘点 也就是说刚刚校长讲 我们从来没有走过 走出去外面 也许跟今天大案的情况 有一点点类似 当然应该比当时的休品好 休品前面是工业区 但是我们跟工业区 一点连结都没有 然后休品旁边 基本上有好几个社区 我们也从来都没有走出去 所以当时怎么去连结社区 因为教学就是要连结社区 连结社区 才是真正的实物问题 怎么走出去 那后来问一问 校长就跟我讲说 那个旁边有一个证论工 每年妈祖的时间 我去那边更加 那校长就带着去找那个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竟然是台中市的社区学会的理事长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一介绍社区 所以一介绍我们学校 估计就有14个社区 那我们就全校的老师 就坐着游览车 带着学生到这14个社区 就是分社区 每一个老师带着学生去盘点社区 跟社区建立关系 当年度在课程里面 就是社区提问题 老师解题 从那里开始就是课程就有点转变 为什么 因为老师必须要帮社区解题 所以你在教学上面 就要符合社区要的 那当然有一些老师 他基本上可能专业 没有办法符合社区要的 他就会回来问说 有没有老师愿意帮忙 两个人一起进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策略联盟完了之后 有一些场地问题 接着就要做专业导入 他可能是现有课程 那后来我发现 现有课程没办法应付 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些新的课程 像电机要做一些智慧农业 他就开了一些智慧农业的课程 他为了要IoT 他就开了IoT的课程 所以会有一些新的课程进来 新的课程进来 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创意 那好的可以做技术授权 那有一些学生可以做创业 那么因为每一学习做的东西 会比较前 所以我们每一年会慢慢做生耕 所以每一年会做生耕 那经过这样几年下来 我们今年拿到的是 全校生耕型的农业立方创生系统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个基本上一个计划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两艘为老师在做 所以我当时在执行 USR计划 智慧什么案子的时候 我就跟校长提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老师在做 或是我带着两三位老师在做 那是没有意义的 到这个计划结束 反正也只有这个老师有影响的 所以我那时候跟中校长报告就是 如果这个计划执行到最后 每一个学院都自己有一个计划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目标 然后每一个学院里面就把计划融入 他这个学院的专业 这个才是真正在执行USR计划 那如果老师愿意参与他们学院的东西的时候 课程可以做设计 就比较不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我基本上在管理学院 但是以前要做工程 我去找工程学院帮忙 对不对 那工程学院可能会告诉你 你做这个东西都没有管 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课程组织 但是如果每个学院都自己有自己的计划的时候 他自己去执行他遇到困难 他遇到行销问题 他会来跟管理学院说 诶 你们要有一些行销老师进来帮忙 诶 啊以前我找你 你好像不太愿意啊 那现在你又反过来找我 其实他就会慢慢知道一件事情 要解决地方的问题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是全校跨领域等等的问题 但是你没有让他执行的时候 你去跟他讲 他会觉得那是你的事 他没有直接讲的 但是那个OS应该在这里 所以各位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老师如果去执行去投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于你的教学的东西 对于跨领域的东西 你会发现你是可以有风险的这样 那我们藉由这样下来 你看我们USR计划应该讲起来 前面智慧生活是执行六年 USR计划执行两年之后 你会发现在今年 我们这些学院就提计划 其实不妨各位讲 这三个学院要提计划的时候 因为中校长后来就任请到了 就换成邓座长邓校长 邓校长上去的时候他会讲 李老师那个USR二期 109到11 你写就好了 我问校长我们已经执行两年 哎呦好多老师加入 然后院长我当时也都邀请他们来参观 对 院长应该可以写啊 他说院长写不会过 真的啊 这个我都把内幕孤入住 因为校长会觉得 你写比较有把握 你也知道什么叫 什么叫USR嘛 所以你去写 但是我的观点是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你试着就有机会 更何况我们前面有两年经验 有一些老师可以帮忙啊 你怎么会没有信心这样 所以我跟邓校长讲说 不行每个学院都要写 那不然我就不写 这样是有点拿巧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跟他讲说要写 不过我不是因着这一点 而说服邓校长 为什么 因为高教生都不是USR全部而忘记去吗 我就跟他讲说 反正你不写萌芽型的V类计划 你还是要写A类计划对吧 因为高教生那还是要写啊 那我就跟他讲 那就请各个学院写啊 写了以后如果萌芽型没过 没过干嘛 没过就放到A类计就好了 所以各个学院就写了 那事实上不瞒各位讲 其实老师的专业真的都很高 当老师开始去思考说 我的学院的专业 可以做什么场域 可以做什么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就可以写出非常漂亮的计划 所以各位可以看 这个在管理学院里面 他就有一个散田热零价值 我们管理学院那个店长 他长久是自己玩那个小型的温室 自己玩小型的温室 然后去种植东西 他可以种的很好 然后也可以用APP监控 所有的晶片来自己弄的 所以蛮厉害的 但是那个东西小型的东西 对不对 外面有大的温室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跟外面那个接轨 你会发现外面的比较厉害 商业化的 但是商业化的价格很高 对不对 你要把它导进去小学 或是导进去社区的时候 他们是根本买不起的 所以 当时我就跟院长建议说 这个东西如果是用来做时冒教育 你到小学去 让小学生跟社区的妈妈 因为社区不是那个妈妈 智光妈妈 智光妈妈都会种一些东西 你要不要利用这一套小小的系统 来教导我们现在的小学生 什么叫智慧農業 利用这一套系统来做 所以他做的东西 东西就不是真正的生产型 它是什么 它是学习型 来这个案子就过了 所以现在在什么 在外府的安定国小 还有那个厚礼的厚礼国小 目前这一套系统已经安进去了 那种子也非常好 但是光学院去做哪里 去做文革养殖 因为他本来是做智慧農業 那后来我们有学生是在 引领口屋那里养那个文 那各位可以知道 那个文革 基本上还是要去监测 它的水质 对不对 所以这一套系统目前已经进去了 那他们进去的时候 文革要养得好的时候 各位 水质很重要 那水质很重要 它会影响什么 影响进水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当他去监测的时候 监测到一定地步 那个水质变差的时候 海水总进来 它可以自动 因为APP可以跑 一打开 海水就关进来 然后可以看看 那个海水的水质变化 那当然这一套 还在衍生的过程 那我觉得这个将来 是很合一一起 三年可以做出一些东西 那各位想一想 如果这一套系统 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在银林口湖台西那边 文革养殖都有 文革养殖很多 对不对 它可不可以提帝王创生 这就是一个文革的产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所要分享的是 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专业 对不对 专业你是跟厂一盒的时候 当你实验利用USR计划 因为USR计划 比较重教育面 所以当我们去做教育面的时候 你就不要太care 出了产值多少 你要重点就是 这个技术可不可以运用这样 那我其实蛮期望 这个工学院这一个东西 将来如果做了以后 它控制到它的文革 纯厚力可以非常高 对不对 那各位可以知道 文革的气势 投进去的成分 都十分之一而已 就是放了什么 一公顷一万块 如果收成起来 就是不错 100倍 投进去差不多一公顷一万 差不多就收十 收一百万 所以他们根本就敢堵 所以水质东西死掉 他其实不太care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堵个几次 有一次成功就可以了 接着下来就是观创学院 观创学院就是整合田头水 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住在什么 住在那个 他住在田中 田头水是田中社口跟二水 他在田中那个地方 就整合当地的一些 一些资源把它串流起来 那农业地方创生 基本上 USR深耕田计划 这个是我的计划 那我的计划 大概就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农座体验 全民去做农业创生 所以我们进行农业缺工的问题 缺工的问题 缺工的问题我第一次 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带着学生去做农座体验 学生到农田去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最糟糕的问题 解决方法 因为解决缺工最后 是用智慧农业 但是你带着学生 因为我们学校不是都有服务学习吗 那服务学习很多都去扫地 对不对 那学生是不敢 所以你带着学生去做这个服务学习 去解农业缺工的时候 其实学生刚开始 会觉得天气很热 对不对 但是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生 是可以接受的 那农民有没有敢 有敢 但是我后来发现 对农民的帮助 辞职帮助到的 不是很大 所以我今天推什么 今天推付费的农作体验 也就是说你去你还会付钱 但是付钱的时候农民可以什么 把有机长亭卖给他 所以如果他有一台车 基本上游览车 或是老师开着车载学生去 或是学生去摩托特区 对不对 如果没有四十位学生 一个人收一百块 今天农民就收了四千块 学生还可以帮农民摘东西 我今天要出货对不对 你们来帮我摘伯伯伯伯伯伯伯 那时候怎么才接他交 交了以后呢 他付钱到最后可以带火龙火回去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农民直接销售 他不可以拿到东西 而且有没有办法解决 一点点的缺工能力 有 那这个是短期缺工不能 再来一个全民庆座 我做了一个平台 那大陆讲 平台基本上怎么去用 现在的平台太多 如果你东西放在上面 那根本不会买 所以你的平台重点在哪里 它是一个拉式的平台 所以平台进到哪里 我的平台是见到取货站 就是我在台中市的社区大楼 直接就见取货站 所以我是一个拉式的生态 先有顾客的需求 基本上消费者在大楼里面下订单 下完订单以后农民才生产 他就不会有存货的问题 那基本上这一道呢 你要让一般的民众 去吃有机骨毒 抗销比例的蔬菜 他没有吃到 台湾的消费者不会买 所以我们要进去社区大楼 先会跟广伟可以报告 广伟可以同意以后 我基本上先去摆小型的市集 找小楼过来 你知道我们台湾 尤其台东市 消费者非常的精盈 你知道有一些在外面卖小楼的 根本不是小楼的 你如果去菜市场买过菜 你就知道摆在地堂的 那个告诉你是小楼 他不是他批货来卖的 只是他带狗币看得像小楼 其实那个不是 当地人不会跟他买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去跟人家批货来卖 所以你会发现 社区也都很清楚 所以你小楼进来的时候 他跟小楼聊天 你去台湾 我去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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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花蓮 那有一些社区真的很专家 他问了以后就知道 这真的小楼 所以他就对你的平台有信任 他就在你的平台经过 我明天晚上要去跟一个什么 跟你的那个物业公司 他在台东市有20公大楼 那个物业公司就跟我说 李老师我那个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 对 那个管理人员可不可以当 你的取货站 我说会这样管理 为什么 因为当他当取货站的时候 有一些大楼的人住屋要进来 他要买鸡蛋 他要买一些东西 对 他就可以帮忙做出销 那各位我去社区大楼 社区大楼是给10% 所以这一些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 他是可以赚10%的 那我跟农民拿几% 没有 但是他如果透过金流 金流公司会扣钱 所以金流5% 所以我把那个商业机密都跟各位讲 5% 所以大汉我在花蓮要建议这样的平台 使用平台一毛钱都不用 所以各位需不需要再写平台 不用了 我们工作新农业的东西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平台 结果那个平台写了以后 才会发现他是恶魔 为什么 因为那个平台没有经过Debug 那个平台可能不能用 我们那个平台跑了3年 抓问题点抓了一大堆 所以各位平台已经有人写好了 你就不要再写了 你就拿去用完全免费 因为他教育部的东西 但是如果有金流费扣付 5% 但是你如果要进到社区大火 因为社区大火定的东西比较多 对不对 那个会扣15% 因为5%是金流费用 10%是给社区大火 那一般你跟农民讲清楚 农民进的才OK 各位可以知道 外面有那个理差 我这样再做不知道有没有 你们知道 那个外面通路非常大 农民真正拿到了不到50% 你知道农民拿到了真正不到50% 那当然农民也非常感谢这个通路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个通路 他东西都卖不出去 但是如果就像大文讲的 这是一个新的商业的模式 中间都没有了 对不对 就农民直接送到你取卧栈 那送到取卧栈 他帮你做分落栋 你就分他分润10% 这是一个共享兴致的概念 好 那这个是全民去做不恨 那当然我们会做农业创生 想办法增加农产品的价值 第二季端完了之后 你就要解决根深蒂固核心的问题 那个东西就要用各位的专业去解决 比如像我刚刚讲的 季节性的缺工 产销失误 容量缺乏价值 那我就用物态 达力的这个什么 虚实平台来整合 所以你看我们去去社区大楼摆摊的时候 生意真的不错 那我现在在做的东西 其实不是小型的市集 我现在已经跟我住的大楼那边 我固定差不多一个月办一次常盖市集 现在市集租屋已经在等待说 李老师你可可以吗 那就固定一个月就办一次 我现在是要常盖行 那这个东西会怎样 就是租屋会期待一个月有一天 我可以看到这些小楼 那各位市集应该摆在哪里 应该摆在消费者那边 所以很多的市集摆在哪里 摆在农民那里 摆在庙会 摆在夜市 或是摆在这个政府办的市集 各位去看一下 生意都不怎么好 我们台中市的农业局 办在哪里 办在大圆百 地点好不好 大圆百旁边就是新逛三月 对不对 就摆在哪里 没有生意啊 为什么 逛的人很多 有一些人会买限制的东西 有蜂蜜会合的人 你想一想你逛街 那些会不会提的农产品 不会啊 你提农产品 哎呦我逛街啊 是怎么呢 如果提那个东西 对一般人 他是没办法接受 最好的市集摆在哪 就摆在他家楼下 所以我现在在台中市 总共有三千栋大楼 对不对 那目前我们有二十栋 所以在社区大楼底下 基本上我们看到我那一栋的住户 曾经有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三次 因为他提了又听不懂 他说我先去哪里 接着又下来 总共买了三次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 因为住户很喜欢去 就农民很喜欢去 因为他基本上去 卖的效果都很好 那你想一想 如果台中市 有100栋这样的社区大楼 基本上买的是 苗中章投影的优秀农产品 可不可以解决我们农业 产销的一点点问题 我觉得应该有办法解决 好那这个是农业的问题 那各位刚刚就看到 刚刚大文讲得很清楚 我们产品如果生产出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去确保农产品的品质是OK的 这时候科技就会进来 所以像我刚刚就问培俊 那个区块链的基础 可不可以确保品质 可以确保品质 不知道是培俊还是谁跟我讲的 说基本上台湾有一个用区块链的 把他的米经过区块链的认证 教终买的米就买这个 台湾的米 为什么 因为教终吃的东西非常小心 电影我们都看过 那个教终被毒杀了 对 所以教终吃的东西 就要经过区块链的认证 那各位如果懂区块链的技术 把农产品做这个验证 OK 这个就非常OK 好 那所以 这个是农产品生产的验证 那我已经有一个平台行销 那行销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有100栋大楼跟我买东西 各位互留怎么办 100栋大楼跟我买东西 1栋大楼跟你买10核鸡蛋 100栋1000核鸡蛋 对不对 我本来的想法是农民自己送 后来农民跟我讲说 老师你买卖安欸 对不对 我去送 我送100栋大楼 我那个车子装不下 但是当然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议起它 maybe会发生 那各位要不要物流中心 要物流中心 所以我现在在外国那边 跟外国合作的就是 我们国外卫那边提案 就是外国要建议的能力物流中心 那这个能力物流中心 最主要的东西 它不是储存的概念 各位都可以知道 能力物流最重要的东西 它其实是储存 调节产剂的 就是基本上 如果现在价格工厂 我就先把它收进来冷藏 等到价格OK的时候 我才买出去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 能力物流真正的功用 当然有一点点这个功用 但是能力物流 这张东西是要做农产品的 全程保鲜的低温配效 确保农产品领势 那在地我们就找到 大甲芋头协位 大甲芋头协位 就愿意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大甲芋头协位 为什么愿意投资 来建能力物流中心 因为各位可以知道 大甲跟外国的芋头 大概全国产量最多 所以他基本上芋头用冷藏问题 他要做裁切 他要做冷藏 他要做冷藏 现在外面的那个饮料店 非常多的 其实都是用大甲的芋头 那各位芋头切了以后 它有果拨 是不是中间是一块的 旁边是不是有一些材料 那些材料怎么办 他们现在要做成豆浆 芋头豆浆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农产品价值的部分 所以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提地方 我觉得他就蛮符合在地的一群年轻人来做 然后这一群年轻人 他因为有这样的烈物油 你知道有很多那个大甲的青年要回乡的时候 他们就跟他讲 你这种芋头就好 因为芋头的产量需求 目前的产量是不足的 因为他们都做产销离地 产销离地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这个班的那个等于合作社的理事主席 他就带着一群年轻人在装芋头 年轻人回来 你跟在我旁边 我教你怎么种产销离地的 那当然种了以后 如果卖不出去 对于这些青年其实压力难道 你知道很多人回乡的时候 你叫他做有机农业 种到过来 这怎么活不下去 为什么他这么就卖不出去 那当然可能是品香有问题 那品质不够好 但是这个是专家 他就进来 我就教你怎么种产销离地的一口 品质OK 当然更重要的东西 他通我就找好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是满意起 将在这大台跟外国 可能会吸引非常多的这个芋头产列出来 那另外就是建立社区 我们有一个平台下单 那当然就是能力物流可以来配合 那这个我们取货站的这个执行 我们就很快的简单看过 另外一个东西是做农业造物的部分 各位都可以知道 现在人口老化是不是非常多 那人口老化非常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针对老人家的办一些活动 但是你又发现 现在不管是光泰巨点还是狼雕活动 它都一次性的活动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设计一个悬吊式的系统 那有这个悬吊式系统的时候 你看做轮椅也可以进来 那我们在台中市那边跟台中市的人 跟台中市的这个都发集 在他的社会主宅里面要建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厂造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们跟光泰巨点合作 光泰巨点的老人家你知道 现在出来他最主要的东西大概都是只有供应他吃而已 那供应他吃他其实动作还是少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 老人家进来的时候他要先进来什么 这个悬吊式的系统先去种草 每天任何一块 他每天要干嘛 每天要去拔草 每天要种草 每天要浇水 等到长大的时候收成 那些菜可以作为他的毛 各位可以知道光泰巨点 其实那个政府的補助 大概地方好像補助20块 现政府補助30块 大概都50块而已 其实菜不太够对不对 这个菜其实可以供应他的菜 那如果出来以后 因为这都是有机的 他其实也就卖出去增加他的收入 那最重要的是增加老人家的价值 好 那外府地方创生大概就做这些东西了 那这个是目前在外府里面我们所体验 还在修改当中 还在修改当中 那这个我们农会提供这个补偿 让我们做创生基地 好 那这个是农会那边 我们希望将来是外府有一个地方 创生的基地 那刚才也这个跟科长有交流 其实将来这个国外会这边会支持 地方能够建立一个创生的基地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 其实已经跟文化不平了 但是文道部有他的考量因素 因为他是老白 所以这个还没有过 还要再修 那我觉得如果有这个东西就非常好 好 那简单的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文明教授 好 谢谢大家